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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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档楼 刚被人点亮 一落满白霜 红衣裳 吊着花的床 陈旧了新娘 楼檐是种醉 青春是露水 鸣波入枝世人才说美 青春生了妆 黄昏卸了妆 有谁值得我任老烛光 谁懂吗 怎么能看 似一回 才能活过来 换一句心白 舍我和我海 有谁值得我用力去爱 留着眼脸笑 愁着眉头望 有谁陪那句地老天荒 年纸是红颜脸上的伤 是谁在亮被子啊 回禀娘 是我吩咐的 这两天少堂不在 我就想把屋子打扫一下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等少堂回来 好 对了娘 我有一个请求 我屋里只有一个丫鬟 我身子又不太方便 不知道能不能再找个人帮帮我 怎么家里下人这么多 他们不盯你的吗 娘 您不知道 我呢毕竟是下人出身 这家里有很多人都瞧不起我 我哪真敢让他们干活啊 再说现在大家不都去登楼坊 帮忙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 不知道能不能让姐姐屋里的东青 帮我收被子 这样一来 两方就算互相帮忙 而且我也想听娘的话 跟姐姐和好 方嫂 传我的话 叫东青帮忙 把被子收到阿桃房里去 是 娘 我再陪您去那边走走吧 走 玉和 这些日子少堂不在 等我把生意怎么样 你要放心吧 一切都运转正常 只是有一个纸上想提价 让我给倒过去了 玉和 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姐姐 这两天如果登楼坊不忙的话 我想单独请你一日 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原谅 阿桃 你是一般好目的 这阵子少堂不在 你们两个就多拒绝 有声话说出来就好了 没事 娘 我想姐姐她也是 我疼 我疼好疼啊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天怎么黑了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怎么了 阿桃 这可怎么办呢 我肚子好疼 阿桃 你让她救救我 怎么回事 我肚子好疼 快起来 这怎么回事 姐姐 我肚子好疼 大夫 情况怎么样 这病来得奇怪 脉象杂乱 且一时头痛 一时腹痛 一时目痛 一时腿痛 病状奇异 我看 是难治了 你快开药啊 这病 恐怕不是晚上开药能治得了的 治得了 治不了在天意 晚上治开了两副定精的药 先慢慢吃着 另请高明吧 娘 您就别操心了 我刚刚喝了大夫给我开的药 我觉得好多了 少说点话 好好养着吧 秋菊 好好伺候你主子 是 我的天哪 快 帮我把这摘了 累死我了 这么大桌子 就三个人 女人 汪嫂 阿桃现在怎么样 她来了 阿桃给娘请安 你都成这样了 怎么不在房里躺着呢 今天我身子舒服多了 这好几日都没来给娘请安了 就特意来给您请安 既然来了就坐下来吃吧 汪嫂 给桃爷娘盛晚饭 哎 待会儿吃过了 早点回房歇着 秋菊 你煮的药吃得怎么样 回老太太 桃爷娘什么都好 就是吃了药以后总是吐 把药都吐出来了 其实秋菊一直有一句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时候呢 你说呀 我们老家有个图法 说人要是得了说不清楚的病 治病就不能光靠药 还得靠新城 所以熬药的人 必须是病人的亲属 一般还得试女人内眷才可以 不过桃爷娘的家乡 似乎没有什么内眷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提 亲属 我们这些都是她的亲属啊 虽然不是娘家里的人 可也算是内眷 可也算是内眷 玉和 守车还是个大姑娘家 这事就得麻烦你了 是 娘 娘不用了 我的病不重要的 姐姐为尊 而且以前 都是阿桃伺候姐姐 怎么可以让姐姐替阿桃熬药呢 不行不行 千万不行 娘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药不都是一样的药吗 让下人去见就好了 三嫂 她不还得管动容房的事情吗 您就别让她去了 娘 我来熬吧 登了房不是还有夏管家的吗 再说了 偶要也不是什么大事 男男的这么懂事 我就放心了 那就谢谢姐姐了 她日如果痊愈 一定登门道谢 再往下一点儿 对对对 就是这儿 这两天光睡觉 就睡得我头疼 还得每天带着这个破袋子 快帮我摘下来 妈 给我给我 哎呀 天啊 唐姨娘 怎么不干脆 把那东西弄出来算了 还让三少奶奶熬药干什么呢 这种事情啊 就是要慢慢地来 什么叫熬药 就是煎熬 放到火上 一点一点地烤 一点一点地熬 最终的痛苦 才会更加明显 讨姨娘高明 文宇浩 我吃了多少苦才有的今天 当初我是怎么伺候你的 你又是怎么让我失去幸福的 现在 是你还回来的时候 三嫂 我来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给我吧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儿烟熏火燎的 你不待在房间里好好休息 你也知道这里烟熏火燎啊 你为什么要答应给他煎药呢 我看他这病八成是装出来的 三嫂 你心太好了 这种人不可以纵容的 他现在不是孕妇嘛 脾气怪点是难免的 再说了我也想好了 人在做天在看 只要我行得正做得正 老天爷会看明白的 姐姐 我过来看看你 瞧你这满头大汗的 真是辛苦你了 你赶快和房间好好休息吧 药间好了 我一会儿给你端过去 我看有人是要来监工的吧 四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阿桃 我告诉你 我三嫂会稀释宁人 我可是不怕你 别以为你做了我三个的妾室 就会怎么样 在我的眼里 我三嫂只有文韵和一个人 你肚子里的孩子 能要挟得了我娘 能要挟得了我三嫂 要挟不了我 你最好把它好好地保住 这孩子万一要是 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看你可就危险了 守真 别再玩火了 小心营火上身 跟这种人站在一起 我简直要窒息了 三嫂 我先走了 如果再有人敢造刺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肯定跟她玩到底 秋菊 快 佛正王 不行 我偷偷疼了 今天觉得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胃口却一天比一天差 这可怎么办呢 秋菊 药呢 老太太 药这两天都是三少奶奶在熬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药总是送得晚 有时分量还不够 秋菊 长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姐姐呢 来了来了 秋菊 药好了 快给唐燕娘扶上 嗯 辛苦你了 你好 好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还不快起来 把被子给换了 是 秋菊 你好 喊什么喊 老太太还在这儿呢 有东西扎了我一下 这个船好好的 什么东西扎你啊 去摸摸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什么东西还拿走开 抓死我了 快 你家里居然有剩下三烂的东西 说 到底是谁放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看来不动用家法 你是不会说了 老太太 秋菊真的不知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不人 如果是秋菊放的 我刚才也不会出声了 老太太 求您想一想 秋菊冤枉啊 阿桃房里除了你 还有谁进去逛 快说 你怕什么 我帮你做主 奴婢 奴婢只是想起来 几天前 三少奶奶的丫鬟 东青 曾经帮忙收拾过一次被子 还帮我打扫了房间 后来 陶姨娘就病了 娘 不用说了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 都回去吧 是 三少奶奶 你都不知道 这两天外边 吓人们都在说什么呢 说什么的都有 他们居然说 是你派我在陶姨娘的被子里 放了不人 有人说你嫉妒陶姨 抢走了三少爷 还有人说你自己的孩子没有了 所以才 今天我去送饭的 还是我去吧 我去 正好我也想出去走一走 找个人说说话 我去 正好我也想出去走一走 走 大嫂 这是你画的画 一和 谢谢你啊 窗户已经修好了 老把你关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等哪天有时间 我跟娘说一说 让她放你出去走一走 出去 我现在能去哪儿啊 我真能走出顾家这个大宅院吗 不用了 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就想待在这儿 安安静静地写写字 挺好 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在屋里的时候 还真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一说 可是见到你的面 我不想说了 是啊 真没想到 以前我们争的你死我活的 可现在却能坐在一起聊天 人和人之间 真是猜不透啊 是 变化莫测的 也许才是有人吧 这两个女人倒是走得挺近的 真是一路货色 文宇和呀文宇和 你就算是向你抹心取经 你也斗不过我的 因为你不够我狠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唱哲了 而且以后会经常来的 为什么呀 家里老太太管你管得那么严 你干吗废话在这儿上去呢 因为我喜欢 这是我生活当中 唯一可以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了 四小姐 你怎么这么说啊 那个家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了 小春子你知道吗 我喜欢在园子里唱曲的感觉 因为好开心好自由 我在台上感觉自己就是戏中人 他们的喜怒哀乐 都牵绊着我的情绪 你能明白吗 你不会明白的 在这个家里 我才是最可怜的人 小春子 你知道我喜欢牡丹亭里的哪一句词吗 哪一句啊 原来岔子烟红开遍 四这般都负于断井颓衡 我的青春 都负于这断井颓衡了 出了雨有些时候了 该回去了 急什么 我还没去德云楼喝茶呢 对了 怎么样 你家要回去的时候 从后门回去 省得被他们看见 又说我乱花钱 我呀 就是要趁这个时候好好享受享受 让他们自己每天节俭去吧 是啊 不能让他们看见 快快快快快 回马回马回马 好险 要是被这死逆子看见 回去肯定又得告我的座 我们这四小姐跟小裁缝走得倒是挺近的 二位来了 老板 店里的美食不少啊 有贵重的也拿几件让我出来开开眼 姑奶奶要是高兴了就买你几件 好嘞 好嘞 我看 不好 我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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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少奶奶眼光真好 站住啊 陶姨娘 什么分数啊 陶姨娘 你这嘴跟谁学的 为什么不叫我少奶奶 瞧不起我是吧 也对 我之前是伺候过 你们家三少奶奶 可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打不了你主子 我还打不了你吗 又给那个湿了湿的宁墨欣 送什么好吃的 这 这是三少奶奶做的 不知道现在孤家前景啊 给一个醉人做这么多好吃的 那叫浪费你知道吗 你们有什么居心啊 对了 上次那个布人 应该也是你们家少奶奶 让你做好了 放到我被子里的吧 是不是 敢不说话 下云开啊 你干什么你 你反了你了 谁反了 你才反了呢 你这么折磨一个丫头 你像话吗你 你 你居然还敢教训我 我现在在替孤家教训下人 你管不着 别以为老太太护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护个 护个文宇和也就算了吧你 连他们家丫鬟你都护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啊 我告诉你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这么折磨一个丫头 你就算告诉老太太 我也不怕你的 东青 我们走 还行吧 好 这个家 很久没有这么清静 老太太 这不仁的事就这么算了 陶姨娘刚才还来闹呢 让她闹吧 闹久了闹乏了 她就不闹了 那你说 这真是三少奶奶做的 你相信吗 奴婢不敢说 针脚是不是愈合的 我看不清楚 老了 眼睛花了 看那些针哪 摸还是摸得清楚的 你是说 愈合用的是文家的银针 表面上看不出来 可摸上去 不像一般的铁针 那么凉 那么硬 不像一样的银针 我想起来了 陶姨娘绣肚兜 用的就是铁针 用的就是铁针 老太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大家辛苦了这么些日子了 少谈过几天就回来了 正好是中秋节 又碰上你的生日 我们大家好好庆祝庆祝 娘 我又长大一岁了 你送我什么正恩礼物啊 送你个好夫婿 娘 娘 灯乐坊刚刚重建 借七叔公的钱还没有还上 说战 我们得重俭呢 四妹的生日哪能重俭啊 差也不差这点钱啊 姐姐 你也别太小气了 张灯节彩还是要的 我看就在瑞乡楼摆一桌好了 娘 那就一切重俭吧 我今天的生日理会不要了 不愧是大一岁的姑娘啊 我的手针懂事了 娘 小春子 阿桃 桃姨娘 你怎么大驾光临啊 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做件新衣服 后天就要用 行 你搁那儿吧 我一定给你好好做 其实你也不用对我这么客气 我以前也是个丫头 只不过幸运地得到了三少爷的宠幸 你呢也懂得见风使舵 大少奶奶不得势了 你就转移目标 也算得上是个聪明人吧 你可别乱说啊 我可没乱说 你对四小姐的情意 我是知道的 只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你现在做的事情都是白费功夫 因为你没有找到问题的节症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四小姐对夏管家是情有独钟的 我知道我比不上夏云开 所以我也不期望四小姐能喜欢我 这你可就错了 想让守真的心慢慢靠近你 就必须让他对夏云开死心 而这一点你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 我也可以帮你 怎么办 你去擦啊 这儿擦亮的 知道了 三哥来了 别光擦外面 里边看不见的地方也要擦 知道了 戴上奶奶 小心东西啊 别咋谢了 戴上奶奶好 夏管家 我帮你把洞楼抬上去 不用了 我来就行了 三嫂 手针 这里还真有点过节的气氛呢 你来得正好 来 送给你的 三嫂现在手里面没钱 你生日只能送你这个 这个东西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这是我娘送给我的 这个我不能要 因为是你娘留给你的东西 我不能要 你就收下吧 等灯笼坊的债还完了 三嫂再给你买新的 可真是够寒酸的 谢谢 三嫂 夏管家 夏管家 来 你看 这是三嫂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好看吗 好看 那我过生日 你送我什么呀 你想要什么 是我要什么 你就给我什么吗 不要太贵就行了 我要的这个东西 你不用买 而且不贵 什么东西啊 给我画张画吧 就像二嫂的那一张一样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要不我送你别的 我送你别的 谁让你进来的 你就这么对待 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人 谁稀罕你的生日礼物 那你稀罕的人 会送你什么呢 要你管 妹妹 我也是为你好 你的心思别人看不出来 我是看得最清楚的 像妹妹这么知书达理 相貌可人的人 夏云看那小子 也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的服务器 可惜呢 妹妹看人的眼光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人家送你一根簪子 你就感动得不得了 我掏心掏肺的话 你却一句都听不进去 你别想在我面前 说我三嫂都不好 本来呢 我也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可是实在是看他们 骗你骗得我心疼 妹妹 你就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三嫂跟夏云开 有什么问题吗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跟你三哥 都是被别人给骗了 你想想看 他夏云开 为什么要留在孤家 你三嫂又为什么 没事老往登龙房跑啊 他们在一起 出双入对的时间 比跟你 还有跟你三哥的时间 可多多了 你们都是被文宇和给骗了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我也知道 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不过我知道时间一长呢 狐狸尾巴自然就会露出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应该相信的人是谁了 我相信谁也不会相信你 那咱们走着瞧吧 今天是首帧的生日 你们几个又都在我身边 娘真的很高兴 尤其是我的好儿子 你呀一定要替孤家开支散业 知道了 娘 您就放心吧 娘 您不还有我的吗 对对对 还有我的好女儿 你呀 一定要替孤家开支散业 娘不指望别的 只希望你呀 早点找一个好婆家 知道了 娘 老太太您累了 少喝点 没事 来 首帧 祝你生日快乐 早日找到好婆家 谢谢哥 首帧 生日快乐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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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看那边 你瞪 四嫂 四嫂 你吓死我了 人 生日快乐 谢谢 对了 这个板好像是 下管件落下的 你帮我还给他吧 那你们玩吧 我先回去了 好 童心千载痴情盼 小的云开见月明 童心千载痴情盼 守真 你怎么没跟上呢 走 那边有好多好看的东西 我带你去 童心千载痴情盼 守得云开见月明 童心千载痴情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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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嫂 你能对得起我吗 你能对得起三哥吗 枉费我平日里相信你 告诉你我所有的心里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原本以为 夏大哥不给我画画像 是因为他心里头 还忘不了二嫂 原来和他同心的人 竟然是你 小军 你别误会 其实我跟夏大哥他 夏大哥文宇和 你太虚伪了 我个月的다를 butterflies 她在看金属 走了 守琛 怎么来了 进来坐吧 来 现在大哥 您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情况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能喜欢我 你在说什么 我喜欢你 你知道吗 我要跟你在一起 夏大哥你知道吗 小晨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清醒一点 清醒 是因为我以前 不够清醒吗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不好 我到底哪里不好 你为什么不能喜欢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心里面前有爱的人了吗 我 那个人是谁 是三嫂吗 什么三嫂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没有胡说 我一天都没有胡说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在以前 我特别害怕找到二嫂 因为二嫂回来了 你就会离开我 少神 可是我还是在帮你 帮你找到她 因为我知道 就算你不喜欢我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心里一直会爱着你 因为你对爱情 是那么地专一 可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和三嫂 大哥想我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什么 少神 你理智一点好不好 我跟她根本没什么 不能跟你说了吗 可是你能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吗 你告诉我心里 从来都没有她 你从来都不会喜欢她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呀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顾首珍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 所有的一切别话 都跟你有关 你所有的一切 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说谁 老太太 歇歇吧 都看了一天了 没办法 这个季度的新灯 还等着出炉呢 那就让三少奶奶做好了 不能让她做 一旦让她做 阿桃还不闹翻天了 那个女人没见识 不知道轻重 说万一她动了气 伤到了孩子 那不是要我的命吗 是啊 不过 有一个人 不知道老太太想过没有 你指的是 大少奶奶 她 她折腾得还不够啊 可她有能力啊 她以前折腾是为了孙少爷 现在孙少爷不在了 老太太只要肯让她出来 她会心存感激的 她要是一出麻 谁也不敢说话了 不但灯笼坊的事情解决了 就连那个陶姨娘 在撒气的地方也没有了 这话还真有点道理 而且是让她要受伤感激 莫馨啊 娘很久没来看你了 真是悉客呀 谢谢娘还惦记着莫馨 你 你现在倒是清闲得很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要有什么事 请直接说吧 果然还是那个 伶俐的莫心哪 娘想请你帮个忙 确切地说 是帮孤家一个忙 我一个罢处之人 能帮上什么忙 当然能 娘想让你回灯笼坊 掌管生意 你的意思吗 这个位置 好像轮不上我针吧 名人不说暗话 你这让娘最希望看到家里和和睦睦的 我相信经过这些日子 你也想明白了很多事 娘愿意再信任你 请你回来做这些对于你来说 是驾轻就熟的事 那可真是对不起娘了 我闲在惯了 娘还是另请高明吧 难道你愿意一辈子 灌着这个小屋里写写画画 孤独终老 到头来要什么没什么 还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 让邓龙坊恢复往日的红火 抓住最实在的权力和财富在身边 是吗 灌龙坊不可一日无主 你仔细考虑考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赞 订阅